因为要参加纽伦堡 尤其是每一个学校 这个作品一定要送到 我们本团来做一个甄险 我们本团就是每年三月 有一个甄险活动 详细也可以上我们纽伦堡发明展 网站去下载 每年三月会去办 每年三月我们会有一个甄险活动 如果甄险通过 我们才去纽伦堡参加国际发明展 如果不通过的话 还是照样我们就是欠你说 明年再努力 对 再努力 不 理事长 你是不是收到来自台湾各地 很多很多的产品 你有什么感觉 就是你每年都那么多作品来征选 对 因为纽伦堡 大家会发现纽伦堡国际发明展 为什么会这么大团 人会这么多 尤其今年很多 今年我们的团圆有七十几个 我们动用两台八十 我们的作品去参展 有七十六件 那我们得奖的作品 有大概是六十五件 我们有九件被刷下来的 就可能是国情不一样 分数不过 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透过这个甄险的制度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去甄险 尤其是发明人 尤其是学校的发明人 他自己的产品 他看不出他自己的分数是多少 那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发明界 已经这么多年了 是 四十多年了 还有我也参与这个纽伦堡 台湾国际发明展 他们一个评审的活动 所以我们看的是比较客观 对 我们先不打这个没有把握的胜战 我们先征选好 然后再带出去 那因为纽伦堡 他这个评审比较客观跟控制 比较公正 那所以来自我们政府单位 还有民间 社团 大家通通很勇业的 要来参加这个纽伦堡国际发明展 就是我们得奖的成绩这么好 就是我们的甄险制度有关系 我们的甄险制度有关系